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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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小豆包们入学的第一天 我们文化路小学精心为孩子们准备了 以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为主题的升级仪式 那么迎接新生的到来 也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爱国主义精神 我很自豪 我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祝祖国越来越好 沈阳市回民中学的630名师生共同唱响歌唱祖国 让同学们感受到生长在五星红旗下的幸福与自豪 在歌声中抒发自己的爱国情奋斗志 全校学生还有老师一起举着国旗真的很激动 然后这个就是加深了我们浓厚的爱国情怀 希望以后我们就好好学习为祖国献一份力 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 我们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情感 这样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 在沈阳市二十中学三号分校 全校师生同声国旗共唱国歌 国旗国歌激发了全校师生的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 今天清晨同声国旗共唱国歌 成了大连2000多所校园里最美 比如从小事做起 在公交车上 我们要主动为老人让座 沈阳市省河区文艺二校 迎来了一年级的小学生 上学的第一天 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梦想 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学习好的 想每次讨一百 今天清晨 在锦州市第十三中学校园里 锦州市第四中学和第十三中学的七百多名新生 以军训的方式迎来了开学第一课 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规范他们的行为 然后从而为初中的学习生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沿口市鸿旗小学教育集团的学生们通过正观名礼 敬拜师长 击鼓明智等传统场景 教育学生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 要遵礼而行 感恩父母 感恩师长 辅顺市实验小学邀请了辅顺市人民检察院 辅顺市矿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走进校园 共同开启开学第一课 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巴黎马歇尔教授 今天来到辽宁和石医学院 为两千多名大医新生 带来了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开学第一课 马歇尔教授介绍了自己 发现幽门螺旋杆军的过程 阐述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听了教授的讲座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创新 就是学习是知识是永远都学不完的 然后人的思维 人的创新能力 是把知识变成事实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盘锦发布公众号推出的 读盘锦音频栏目组走进校园 教授学生们朗读 介绍家乡赞美家乡的文章 在大连 府顺 葫芦岛等地 师生们还进行了歌唱祖国快闪活动 嘹亮的歌声在各地校园里久久回荡 师生们用这种特别的方式 礼赞祖国 欧歌伟大的新时代 本台综合报道 8月30号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 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夏德仁主持会议并讲话 夏德仁指出 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 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 要充分发挥省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 推动各专委会设立分党组工作尽快落实 健全和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 切实发挥好省政协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夏德仁强调 要深刻认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意义 坚持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与省政协工作实际有机结合 融会贯通 要引导党员干部用好党史新中国史这座精神宝库 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使命的重要途径 要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与学习人民政协的历史 特别是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 切实担负起政协制度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 本台报道 8月27号至31号 省人大常委会渔业法执法检查组 深入丹东 锦州 葫芦岛进行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 我省坚持按照养殖 捕捞 加工并举 严格执行海洋捕捞双控制度 减船减产 强化渔业监督执法 渔业已成为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检查组建议 沿海城市要高度重视贯彻执行渔业法工作 营造渔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推动我省渔业高质量发展 要加大对渔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进一步规范渔业秩序 要坚持生态优先 加大渔业水域污染监管力度 注重渔业养殖水域污染治理 在地方性法规中 要进一步明确建造渔船的审批权限 标准和程序 适应现代渔业发展要求 进一步明确 涉于三无船舶界定的具体要求 休渔期应根据北方的气候条件 季节和鱼的品种科学调整 本台报道 季节目标准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省发展改革委以重大项目为抓手 深入基层调研 着重收集问题 且是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一年来 省发改委围绕300余个对外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以华晨宝马 大连英特尔27 沙特阿美等位代表的一批重大外资项目 在辽宁投产签约 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当好省委省政府的参谋助手 强化为企业和项目服务 以过硬的本领塑造基层和企业信得过 靠得住 用得着的服务型机关 将主题教育的成果落到实处 省发改委紧紧抓住投资这个牛鼻子 聚焦制约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热点难点 和群众关心的痛点毒点 坚持问题导向 提前谋划 深入调研 考察企业生产一线和项目施工现场 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 还围绕调研主题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思路 积极进行交流研讨 坚持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 落实整改 贯穿始终 围绕固定资产投资问题 辅顺西路天矿整治问题 辽西北产业转型升级创建示范区问题 开展了调研 形成了六项调研成果 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下一步 省发展改革委将把调研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加快成果转化 提出更加科学 更加符合我省发展实际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举措 本台报道 在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中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曲道奎 获得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 正是他带领新松一路闯关攻坚 将中国机器人打造成大国重器 跃上世界舞台 为民族工业赢得了尊严 曲道奎最近很忙 在中国沈阳国际机器人大会上谈笑风生 疗伤总会的一个活动也在等着他 有辽宁省疗伤总会批准成立的非盈利性组织 疗伤总会高端装备委员会8月31号成立 其宗指示有针对性的研究解决 我省高端制造业企业在转型升级智能化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 30余家制造业企业成为首批成员单位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当选主任委员单位 是我们辽宁就是高端装备的这些企业 真正有一个大家合作交流学习的平台 促动我们辽宁就是整个高端装备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作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领军人物 曲道奎秉承优秀建设者精神带领机器人产业 从拥抱变革到创造变革 企业先后承担了800多项国家科技重大创新研发项目 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 协作机器人 移动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五大系列百余种产品 目前产品累计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松在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取得了雷雷硕果 成为了以科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这次国家表彰100名这种非公有人士 为整个国家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也表明了国家对非公有经济这一块的高度的这种肯定 和给予的高度的一个评价 所以我们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 我们的创新 进一步把产业做好 就是为整个国家的发展 为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 做出我们更大的一个贡献 本台报道 复兴市张武县是我国三大硅砂主要产地之一 从当初的换砂 防砂 制砂 到如今依托生态加硅砂理念 发展硅砂深加工 张武县开始大作产业延伸的文章 加快硅砂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辽宁昆仑龙园 砂业有限公司的龟砂精深加工车间 正在生产的石油开采用 附膜石英砂支撑剂 改变了过去长期用陶瓷颗粒 开采石油的历史 填补了国内石油开采领域 低密度高强压力材料的空白 目前产品已广泛应用于 大庆油田 长庆油田等 中石油主要油田 我想咱们张武的沙子 经过我们的深加工以后 将来在咱们的石油天然气行业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那么我对张武的沙子 对咱们张武的沙产业 也是充满了极大的信心 张武县以探明的龟砂储量8.5亿吨 占全国铸砂产量的10% 近年来 当地结合龟砂资源优势 及时对产业集群进行规划布局 重点培育龟砂深加工 装备制造和高端建材三大主导产业 通过优化迎商环境和招商引资 目前已有昆仑龙园 日本山川 宁波天阳等 37户龟砂深加工企业 在张武投产 全国排名前十的龟砂企业 已有7户落户张武 与此同时 张武通过与中国铸造协会 中国汽车协会对接 引进唐山春潮 金鹿旺汽车模具等 多家汽车配套企业在当地落户 目前 张武已成为华晨宝马 奇瑞汽车 上柴等 众多知名车企指定模具 用砂供应地 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和大企业合作 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带动龟砂产业快速发展 实现资源 科学开发 有序开采 达到全国龟砂绿色发展示范基地 在坐京坐墙二产的同时 张武县还积极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重点发展沙地景观 沙农庄 沙运动等旅游业 今年 张武县制定 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 12.3万亩 其中3500亩沙地将发展旅游项目 本台报道 省商务厅日前在银口霸鱼圈 组织了一场汽车下乡活动 吸引了不少购车者的关注 得来35价以上 银口地区的厂牌 型号基本是覆盖 截至目前 今年我省已在锦州安山银口 连续组织了四场汽车下乡活动 交易额达1.4亿元 今年以来 我省积极优化汽车消费流通环境 推动各种流通业态融合发展 引导二手车市场 除增加现代管理系统等硬件外 着重提升进场检验 鉴定评估等服务质量 支持大型汽车交易电子商务平台落地 在线下设置服务站点 通过搭建银行企业互动平台 拓展信贷服务渠道 上半年全省实现新车销售30万辆 二手车交易27万辆 同比增长21.8% 高于全国17个百分点 汽车内零售额占现额以上商品零售额的25.9% 在我省重要商品销售额中位居第一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汽车流通新模式 新业态的创新 组织开展汽车下降活动 全面取消二手车现前政策 为汽车流通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本台报道 创办于1964年的日本欧力士集团 是一家跨国金融服务集团 他们将中国区总部设立在大连 并以大连为核心 启动了一系列辐射全国的经营投资项目 为城市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力 这几天 位于大连东港商务区的欧力士集团 中国总部大厦项目建设现场 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 该项目总投资达36亿元 建成后将成为大连市东港商务区的新地标 打造一个即国际金融中心 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创新产业集群中心 和市民精细生活聚集区 为一体的新兴城市综合体 从2009年进入大连以来 欧力士集团为本地企业跨越发展 提供了财力和智力双重支持 作为海昌集团的第一个机构投资者 欧力士中国引入红翼资本 新加坡政府资金 支持企业实现跨越式扩张 如今大连海昌集团已连续数年 跻身全球十大主题公园运营商之列 欧力士既有金融服务 又有这种资本投入 又有技术投入 而且它不是说我只是介绍 我只是财务投入 而且我资本投入之后 我还要关注你 投入你 和你一起成长 不仅如此 欧力士运用全球网络和企业资源 通过战略合作 共同投资 基金投资等方式 积极促进了国内外各行业知名机构进入大连 为支持大连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发展 做出贡献 2016年 欧力士集团携手省级优质国资资源 设立了大连金融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外资国资优势互补通力合作的金融平台 我们在引进新的资本进入 能并且想引入新的战略合作者 和通过他们进入大连 不仅资本进入大连 而且能够通过他们的业务进入大连 对大连的整个的国际改革也好 新世界发展好 做出一些贡献 本台报道 9月2号 全省贯彻落实 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先进表彰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 在沈阳召开 我省16家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和两个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 向广大企业发出了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倡议书 今后 我省将进一步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 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项目 国家电网巴基斯坦 莫拉工程直流660千伏 氧化新壁雷器产品 9月2号 从省府新区 辅顺电磁制造有限公司发运 该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 优先实施的首条直流书店工程 9月2号 本西市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首届工农书画文创连展 所展出的150多幅书画作品和文化创意产品 均为本西市寒家村农民画家 和本钢矿野公司职工书画爱好者创作 本台综合报道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同声国旗共唱国歌 开学第一天 我省各地大中小学生旗唱国歌 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集体学习 吓得人主持会议并讲话 爱国情奋斗者专栏 今天介绍了新松公司创始人 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领军人物 曲道奎 好的 感谢关注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